Welcome back 歡迎回到星巴克 新年快樂 在這嶄新的一年 星巴祝福大家 平安健康 學習順利 今天我們星巴克要來到了 出外景錄影 這是什麼地方呢 跟著星巴一起喬一喬 Let's go 好 我們今天要從範例八開始看起 範例八它是一次不等式 一次不等式的時候呢 我們是在國一的時候所學過它的 所以在這邊我們要來進行複習 好 這邊不等式分母四六二 好我們同乘十二 好同乘十二這邊之後變成九X 同乘十二這邊呢 十二跟六約分變成兩倍 二X減一照超 小於這邊乘以十二 六倍三X加一 這邊乘以十二呢 六六五 減三十 成開整理一下 減四X加二 小於十八X加六 減三十 再整理一下 好一下我們得到-13X會小於-26 好這邊注意哦 兩邊同除以一個負數 兩邊同除一個負數 所以呢 它的不等式的方向會顛倒 好我們這邊要除以-13 這邊除以-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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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這邊小於變成大於了 好這就是我們範例八的解X大於2 好接下來我們要看到範例9 這個判別式呢 它B平方-4Ec大於0 我們要怎麼解這個不等式呢 第一小題 X平方-X-6大於0 這一題呢我們可以利用 所學過的十字教乘XX相乘X平方 3乘以2等於6 那有一個負的要給誰呢 來觀察這裡 這裡是-X 所以我們這邊是-3跟2 交叉相乘的結果是-3X加2X等於-X 好成功X-3乘以X加2大於0 那我們來畫一下數線 令它為0X等於3 令它為0X等於-2 所以這邊我們標上 從右邊到左邊 正-正 從這邊是大於0的話呢 我們就取正的部分 所以這題的答案是X大於3 或X小於-2 第二小題 X平方加2X-35小於等於0 那我們這題可以用十字教乘嗎 如果可以的話 要優先使用十字教乘 X乘X是X平方 5-7-35 負的要給誰 給5 因為7X跟-5X相加 才是2X X-5 乘以X加7 小於等於0 畫一條數線 令它為0X是5 令它為0X是-7 那在這邊呢 一樣從右到左標上 正-負正 這題題目要問的是小於的部分 所以我們只要這裡就可以了 所以這題的答案是X 小於等於5 大於等於-7 這邊是大於等於 我們就要寫大於等於小於等於的部分 好 這就是我們第二小題的答案 好 再來我們要看到的是第三小題 第三小題題目看起來有一點沒有按照我們的降密排列 先按照降密排列 負X平方-5X加6大於0 接下來我們習慣是要讓X平方係數是正的 所以我們大家都乘以-1 左右右邊乘以-1之後呢 我們得到的是X平方加5X-6 這邊呢 要特別注意喔 乘除一個負號這邊就要改變方向 所以這邊是小於等於 小於0 接下來我們要做十字交乘 XX 32 32 32可以嗎 嗯 嗯 不行耶 怎麼辦 打掉 來 從哪一次 應該是要用 6 1 負的給1 6X-X才會變成5X 所以 X加6 乘以X-1 小於0 速限畫出來 令它為0 X是-6 令它為0 X是1 那我們從右到左 標上正 負正 那題目是小於 所以呢 我們要去的就是 中間的部分 因此我們的答案是什麼呢 我們答案是 X 介於 1 跟-6之間 好 這樣第三小題我們就完成囉 來 第四小題 5X平方 我們先把它按照我們習慣的降密排列 -X平方加5X加1 小於等於0 好 降密排列完了之後呢 我們發現 這邊X平方向的係數是-1 所以我們 一樣 大家都先同乘-1 所以這邊得到X平方-5X-1 乘了-1之後這邊要改成大於等於 用筆寫 -1之後呢 應該是要大於等於0 好 那怎麼解 這個十字教程好像行不通耶 對不對 好 那這邊我們要運用一個公式解的情況 來 我們怎麼用公式解 記得什麼是公式解嗎 x等於2a分之-b 加減根號 b平方-4ac 好 這公式解我們運用在這邊 2a是2 -b是5 好 b平方-25 -4ac 4乘以1乘以-1 -4ac變成加4 好 我們用公式解 解出來是2分之5 加減根號29 好 這題沒有辦法使用十字教程的情況呢 我們必須要搭配公式解 數線畫出來 那左邊右邊 分別是2分之5加根號29 左邊呢 2分之5 2分之5 減根號29 好 來 從右到左我們標上正 負正 那題目這題是要問什麼呢 是要問大於等於的部分 所以我們這邊要取的應該就是 右邊跟左邊 好 那我們的答案要怎麼寫呢 我們的答案要寫 x大於等於2分之5加根號29 或 左邊呢 x小於等於2分之5減根號29 這樣可以嗎 好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範例石囉 今天坐在岩石上面 看著海浪上數學 你有沒有認真上課啊 來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範例石 這一題要講的是什麼 b-4ac要等於0 好 分別是等於0啊 那其實它的圖形是長 這個樣子的 圖形就是碰到一點 噢 碰到一點 OK 好 跟x軸只有交一點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說它是b-4ac等於0 那第一小題我們來 用十字交成就可以解決了 為什麼呢 x乘x是x平方 這邊4的話是2跟2相乘出來的 2x加2x等於4x 所以這題可以寫成x加2乘以x加2 大於等於0 嗯 x平方 x加2的平方 大於等於0 所以呢 x會是多少 x應該是 帶任何的時數都可以耶 對不對 好 我們可以說x為任意時數 不管帶任何的時數進去 帶進去平方都一定會大於等於0 或者是我們可以這樣子寫 x屬於時數 好 所謂的r也就是real number 好 接下來第二小題 x平方加6x加9 大於0 那我們可以十字交成嗎 測試看 測試看 x乘x x平方3乘3等於9 3s加3s等於6s x加3乘以x加3 會大於0 x加3的平方會大於0 平方會大於0耶 那x應該是多少 好 是任意時數嗎 嗯 如果你覺得它是任意時數的話 那有一個例外喔 這什麼例外 負3對不對 好 我們說但 x不可以是負3 為什麼 負3帶進去的話 它就變0了啊 平方還是0 它就沒有大於0了耶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也可以這樣子寫 x屬於時數 但是呢 x 不等於負3 OK 好 這是第二小題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第三小題 這題目看起來有點詭異 9x平方 9x平方 6-3x加3小於等於0 我們先除以3吧 我們先除以3 除完3之後是3x平方-2-3x加1小於等於0 這題目要怎麼做呢 用十字教程可以嗎 嗯 可以 先把他想到了 這邊可以改成 √3x乘√3x 這樣就是3x平方 那這邊是11相乘是1 嗯 -1-1好了 -1-1相乘也是1 那這兩個相乘呢 加起來的結果也就是-2√3x 成功 √3x-1 乘以√3x-1 會小於等於0 所以我們呢 我們算出來的結果 √3x-1的平方會小於等於0 平方應該都要大於等於0才對呀 為什麼會小於等於0呢 因為這一題的x只有唯一的答案 那就是√3分之1 當你x帶√3分之1進去的時候呢 就會變成1-1 0 平方是0 所以這一題只有等號才有機會成立 其他的都沒有機會成立喔 好 所以我們這些答案就只有一個解 √3分之1 那如果你想要把它有理化的話 可以說 它的結果是3分之√3 到了高中啊 其實老師沒有這麼嚴格要求有理化 但是在國中的時候呢 是非得有理化不可 再來第四小題 看起來有點亂 先承開再說 x-4x-x加4 小於x-5 一項整理一下 x-5-1-6x-9 小於0 好 可以十字交成嗎 好像可以喔 x-x相乘是x平方 這邊呢 339 但是這邊是負的 所以呢 我們把它改成-3-3 相乘還是9 但是這兩個相乘的結果 就是-6x 好 所以我們算出來 x-3 乘以x-3 要小於0 x-3的平方小於0耶 平方怎麼可能小於0 你x不管代多少都沒有辦法發生耶 對不對 所以這題我們就說 x-5 十數解 在我們熟悉的十數領域裡面呢 是找不到x的解的 好 那以前國中我們就說這種題目叫做5解 好 高中呢 我們要比較嚴謹的說它是沒有十數解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的是範例11 範例11要講的是 當判別是小於0的情況下的話 我們來怎麼解這個不等式 好 第一小題很明顯的 它沒有辦法使用十字教程對不對 沒有辦法使用十字教程的情況下呢 我們來使用判別式來看看 b平方-4ac 對這題來講 它應該是 2平方-4乘1乘5 4-20是-16 欸 b平方-4ac小於0 那代表判別式小於0的情況下 我們如果在圖形上會長什麼樣子呢 如果它是 x平方向的係數是正的 那b平方-4ac 判別式又是小於0的話 它的圖形就會長這樣子喔 完全沒有碰到x軸 完全沒有碰到x軸 好 那今天這一題啊 它要求的是 這個函數什麼情況下會是大於0的啊 那你自己看整個函數 這整個函數 全部都是大於0的情況欸 對不對 那既然全部都是大於0的情況的話 我們這一題的答案就是 x為0 任意時數 整個函數值都是正的 對不對 都在我們x軸的上方 它全部都是正的 所以它當我們要求大於0的時候呢 答案就是 所有的時數都對 好 都對 接下來第二個小題 第二個小題 2x平方-8x加11 看起來也是沒有辦法做十字交成欸 沒關係 那我們先來做個判別式 b平方-4ac 64-88 一看就知道小於0 好 判別式小於0對不對 好 那我們簡單的畫個圖形 簡單的畫個圖形 那今天它的二次方係數是正的 代表它開口朝上 開口朝上 b平方-4ac小於0 代表它不會碰到x軸 它不會碰到x軸 所以圖形是長這樣子的喔 好 那圖形既然長這樣子的話 那就代表這個整個圖形 它都是正的耶 對不對 它整個函數值都是正的 都在我們x軸的上方 都是正的 那這題要我們求什麼東西 這題要我們求的是 小於等於0 那小於等於0 請問你這個函數 請問你 這一個函數什麼情況下 會小於等於0 都沒有耶 對不對 它都正的啊 怎麼可能會出現小於等於0呢 那所以呢 這題我們就說 x沒有 時數解 以前我們就說5解 但是高中以後我們要講 它沒有時數解 在虛數裡面可能找得到答案 但時數裡面呢 是沒有答案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的是第三小題 好 我們習慣都會把x平方向的係數 看成是正的 所以我們先乘負1再說 好 乘了負1之後呢 變成了2x平方-2x加3小於等於0 乘了負的這邊要給整個小於等於 記得喔 好 那這題可以用十字教乘嗎 1 2 3 1 沒辦法 沒辦法用十字教乘的情況下呢 我們還是要求助於 利用 判別式 b平方-4ac 看看結果怎麼樣 4-24 欸 小於0耶 b平方-4ac小於0 那我們一樣喔 剛剛一樣來簡單畫個圖 x軸 y軸 今天它的s平方向的係數是負的 所以開口要向下 開口向下 b平方-4ac小於0 代表不會碰到x軸 x軸在這裡 它不會碰到它喔 不會碰到它 欸 這一題很明顯的 我們做出來的結果 它應該全部都是負的耶 對不對 這一題的函數值 它一律都是負的 我們就稱它為橫負 好 那既然是橫負的情況下呢 題目要問什麼 大於等於0 見鬼了 我們整個函數都是橫負 然後你要問什麼情況會大於等於0 那當然是不可能喔 對不對 那答案不可以寫不可能喔 它要寫什麼 它要寫x為 x5 好 這是第三小題 接下來第四小題 又有根號 x平方-2-3x加5大於0 可以用十字教程嗎 5 1 5 沒辦法 沒辦法 十字教程 怎麼辦 來 我們借助判別式 判別式 b平方-4ac 會怎麼樣呢 這邊的平方是4 3 12 12-20 OK 12-20 又是小於0的情況下 好 判別式小於0 那我們來看一看它的圖形 會長什麼樣子 好 x 走在這裡 那 x平方向的係數是正的 正的情況下是開口朝上 開口朝上 用小於0就代表什麼 沒碰到x走 那 大致上是長這樣子啦 好 那如果它是朝上 那又沒碰到x走的話 其實這樣子的圖形 我們就說 它所有的函數值 全部都是正的 一律為正 好 那這題要問什麼 這題要問的是大於0耶 那整個函數值 全部都大於0啊 是不是 啊你要我求大於0 那函數值全部都大於0 那我們就說x怎麼樣 x為 所有 什麼 時數 x為所有時數 也可以說x為任意時數 都可以 那我們也可以說x也就是r r就是時數的意思 這就是第四小題的部分 海風超大的 今天我們的星巴克就上到這邊 希望你喜歡我們今天的外景 七美的雙星十戶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課程 請分享給更多人看見 星巴克我們下回見 拜拜